波蘭政府正打算起訴一批 共產黨時代的法官和檢察官 這些人參與迫害了當時追求民主的異見人士 有評論指出 這個做法具有警示作用 人們會減少作惡 波蘭民族記憶學院 專門從事前共產黨專制政權的犯罪歷史調查和研究 3月20號 這個學院下屬的調查局 向紀律法庭提交訴狀 要求取消共產黨統治時代的 三名法官和四名檢察官的豁免權 因為他們在1981至1982年期間 對至少10名追求民主持不同政見的反對派人士 進行迫害和判刑 當年波蘭共產黨政權實行軍管 引發抗議浪潮 民主反對派團結公會發起的罷工運動 經常有數百萬民眾參加 團結公會經過多年抗爭後 執政的共產黨政權最後讓步妥協 波蘭司法部長兼總檢察長傑波羅表示 那些從事過卑鄙司法犯罪行為的法官和檢察官 應該為他們當年的行為承擔責任 大陸法學博士張傑表示 波蘭想對這些法官和檢察官進行審判是正確的 從法律上他是負責任的 張傑表示 聽從上級的指示進行迫害 不是脫罪的理由 參與北京天安門六四大屠殺的士兵是有罪的 對709律師迫害的法官和警察是有罪的 新疆集中營對維吾爾人的迫害 無論是陳全國還是底下參與迫害的人都是有罪的 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 他說 波蘭的這個做法具有警示作用 要減少自己作惡 所以我們需要通過這個案例 去警告在體制內的一些官員 警察、法官 正義或許會遲到 但正義終會到來 今天被別人做的惡 犯下的罪行遲早會得到法律的制裁 波蘭也在與瑞典交涉 希望引渡前法官米赫尼克回波蘭 米赫尼克在上世紀50年代 是波蘭軍事法庭的法官 他被指控至少對10名戰士判處死刑 這些戰士曾與波蘭共產黨當局進行武裝鬥爭 目前被波蘭社會稱為英雄 不過 瑞典法院以米赫尼克目前已是瑞典公民 和犯罪期失效為由拒絕了波蘭的引渡請求 波蘭政府表示 米赫尼克犯下的是反人類罪行 這類罪行永遠不會喪失失效 傑波羅透露 在打算起訴的這些人當中 有兩人曾在波蘭最高法院工作 其中一人直到去年底退休前還參與案件的裁決 他說 共產黨垮臺和波蘭民主化已經30年了 他原先期望波蘭的法官體系 會自動清除那些曾為共產黨政權服務的法官 但後來發現 這個想法過於天真 俄羅斯時事評論人士伊赫洛夫指出 波蘭至今還沒有完全清除共產主義的污垢 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李元華表示 在中國大陸 只要當權者不貪戀手中的權力 順應歷史發展趨勢 廣大中國民眾也能從本質上 認清共產主義帶來的災難 共產黨垮臺和徹底清除共產餘毒是可以實現的